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高通今年骁龙峰会提前,为的就是其新一代旗舰行动平台,骁龙8 Gen3。 其仍然基于台积电4纳米工艺制程,采用了一家3加2加2的全新8和4从级架固设计, 包括一颗Cortex-X4超大核,三颗Cortex-A720大核,还有两颗主频略低的Cortex-A720大核,以及两颗Cortex-A520小核。 根据国外网站MissPowerRoser最新披露的一份关于骁龙8 Gen3的详细规格的内部大显示, 骁龙8 Gen3最高主频为3.2G,效能相比上代提升了30%,功耗降低了20%。 GPU式Adreno750 GPU,其比上一代的效能和能效提高了25%。 结合高通自家的绘图运动引擎2.0,Adreno Frame Motion Engine,再加上虚幻引擎5的支援, 可以做到在240Hz显示荧幕上体验240fps的游戏,并支撑硬体级的光线追踪。 MSPowerUser网站也表示,骁龙8 Gen3将会支援虚幻引擎5的光线追踪功能和全局照明功能, 可以将游戏过场动画提升至8K。 骁龙8 Gen3也支援在电子装置运行生成室AI,支援超过100亿个参数的模型, 比如MetaLama2与Bitch1,并支援每秒20多的Tokens。 而这主要得益于其搭载的NPU的效能相比上代产品快了98%,能效也提升了40%。 这将使得拍照和摄影时都能够利用AI的能力来提升体验。 在网络连接方面,骁龙8 Gen3集成了高通最新的X755G数据机, 支援10G的下行速度和3.5G的上行速度。 该晶片组还支援WiFi 7,并可以达到5.8G的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骁龙8 Gen3支援的USB版本为3.1 Gen2,最大频宽为10G。 这意味着搭载骁龙8 Gen3并支援这些规格的安卓手机, 可以像iPhone 15 Pro一样连接外部显示器使用。 此前,有传闻显示,首发搭载骁龙8 Gen3的旗舰手机为小米14系列, 10月底上市。 此前网上的爆料称,基于骁龙8 Gen3 QRD工程机的安兔兔 V10讨分为177万分, 该电子装置已死为小米14。 联发科作为这两年新进的旗舰手机晶片搅局者,自然没有示弱, 几乎同步发表新一代旗舰行动平台,天机9300。 全大核设计,根据安兔兔最新曝光的一款, 搭载联发科天机9300的安卓电子装置跑分成绩显示, 该电子装置的综合成绩高达205万5084分。 这也是安兔兔 V10版本,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产品突破200万分, 创下了历史新高。 根据安兔兔显示的数据来看, 天机9300的CPU是基于4颗Cortex-X4超大和加4颗Cortex-A720的全大核架构, GPU是Emmortalist G720。 根据此前ARM公布的资料显示, Cortex-X4的效能相比上代的Cortex-X3提升超过15%, 功耗减少40%, 而Cortex-A720的能效也增长了20%。 而Cortex-A720则是升级到了ARM9.2指令吉, 同样的功耗下,效能比上代的Cortex-A715更强, 架构优化了记忆体读取, 带来了大幅功耗降低,能效提升了20%, 同样的面积下效能甚至Cortex-A718还要高。 Emmortalist G720则的ARM目前效能和能效表现最为出色的GPU, 与上一代产品相比, 其效能和能效分别提高了15%, 系统级效率更是跃升了40%, 还支援延迟顶点着色DVS技术, 可以带来更高质量的绘图渲染, 实现更身临其境的视觉感受。 Emmortalist G720在效能及能效相比上代提升15%的同时, 内核面积仅增加了2%, 官方表示, 其整体效能要领先竞品20%, 联发科也将借助Emmortalist G720提升硬体级的光线追踪能力, 增强游戏体验。 得益于4颗Cortex-X4超大和加4颗Cortex-A720的全大核架构, 天机9300的CPU得分为485064分。 而ARM目前最强的Emmortalist G720GPU也使得天机9300的GPU得分达到了899463分。 之前网上曝光的传闻称, 基于骁龙8Gen3QRD工程机的安兔兔V10跑分为177万分。 如果爆料属实的话, 那么基于全大核架构的联发科天机9300将可能首次在效能上超越同期的高通旗舰处理器, 成为安卓阵营的最强处理器。 同时, 有传闻显示, 天机9300还将率先支援目前最强的LPDDR5T记忆体, 峰值速率可达9.6G。 由于曝光的测试电子装置似乎搭配的还是LPDDR5X记忆体, 这也意味着天机9300与LPDDR5T记忆体的组合将有望进一步提升综合跑分成绩。 另外, 联发科此前已宣布, 将利用MetaC一代开源大语言模型LLM、NOMA2以及联发科先进的AI处理器APU和完整的AI开发平台NeuroPilot 建立完整的终端侧AI运算生态。 预计采用联发科天机9300的智慧型手机支援由LOMA2模型开发的AI应用, 可为用户带来生成式AI应用体验。 而为了支援在终端侧运行大模型, 预计天机9300还将大幅提升AI能力。 最新的爆料还显示, 首款搭载天机9300的手机可能会使Vivo X100系列拿下首发。 从现有的讯息来看, 这一次联发科天机9300所带来的升级要比高通效龙8 Gen3更激进, 首次选择了全大核的设计, 并采用了ARM最新的Immortalis G720 GPU, 似乎为了在效能上超越高通效龙8 Gen3, 以便更好地与其竞争高阶旗舰机市场。 至于天机9300的全大核设计是否会带来功耗方面的问题, 相信联发科之所以改用全大核设计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毕竟根据ARM给出的指标来看, Cortex X4、Cortex A720和Immortalis G720的能效都有了大幅提升, 相比上代内核在同等效能下, 功耗都有了大幅的降低, 特别是Cortex X4, 功耗降幅高达40%。 联发科天机旗舰新品发表会邀请函上的冷纹9, 高效能、低功耗, 似乎也反映了联发科对于天机9300在能耗表现上的信心十足。 另外,高通和联发科新一代旗舰晶片的都将对于生成式AI的支援作为了一大重点。 二者都将支援META的LAMA二大模型, 高通似乎还增加了对于百川智慧推出的Bi2on大模型的支援。 总体来看, 联发科天机9300除了在部分核心参数上, 对于高通骁龙8Gen3有着相当的优势, 这一次两款晶片都将带来效能的大幅提升。 由于加入对于生成式AI的支援, 最终谁将会更胜一筹, 值得期待。 然而这一次, 联发科天机9300图骁龙已经势不可挡, 恐怕真的要把高通骁龙8Gen3拉下水了。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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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